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们自己的工作里面 其实有蛮多蛮有趣的 甚至我可以说 其实不是这么政治正确的东西 其实是很值得拿出来更进一步的分享的 我们在这个政治工作的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会遇到很多奇奇怪怪的人 或者你会说 这其实就是社会的某一种摆态 可是往往 最后其实会拿出来做包装的 其实都是那些很工整的 甚至是不会有争议的 甚至是很符合主流的 期待的那些东西 最后会被拿出来包装 所以在讨论以后就觉得 会不会其实 也许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空间 就是在这个我们节目的第二季 反而我们可以来谈 在政治工作里面 不那么政治正确的事情 这不是说代表我们要去谈很多的新山社 不是这个意思 但有些真的是 不一定是真的大家最主流的看法 或最喜欢的东西 或最讨好的事情 反而在这里面 有更多我们起起伏伏的心情 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刚才读白了很久 但是这当然是我们在做这个工作的心情 可是我今天还是要很隆重的介绍 我们这个第二阶段第一集的 这个邀请的来宾 那是润男 就在外面他们的称号或魂号 是润华裔男孩 没错 可以说魂号吗 艺名啦 艺名 是润华裔男孩 今天其实邀请到他 是我心中一直在想的事情 我可以跟大家说 其实在这个政治圈里面 后常常我们在讨论政策的时候 常常大家会很推崇 这个所谓的青年创业 那但是我其实心中一直有一个 这个很重要的青年创业代表 就是润男 润男可不可以先请自我介绍一下 哈喽大家好我是润男 润华裔男孩 哇 你刚刚说不要讲新三色 我想说 是不是讲太快 不是我们不是刻意卖弄新三色 不刻意卖弄 不刻意卖弄好不好 对对对 很认真的讲新三色这样 对对对 严肃的讲新三色 对对对 大家好我是润男 然后我有一个部落格 就叫润华裔男孩 我大概从15年前就开始 就是我认识深汉的时候 对那个时候就开始写我的部落格 然后主要就是 15年前 差不多吧 那时候我还是个瘦子 是吗 是 你有变胖吗 你不是一直都 你不是一直都 人好好好 你好好 好好好 没关系 好 继续 对对对 就是我们还在课堂上这样子 对 在大二大三的时候就开始写这个部落格啦 就是一直都参与一些社会运动 性别运动 然后我写这个部落格一个主要目的 其实就是也是我介入社会的方式啦 就是透过写情趣用品 然后来讨论各种身体性和亲密关系的各种可能性 而不是只有很单一的这个异性恋男性的这个情欲素材 留存在网络上面 这个是我最一开始的一个想法 一开始认识应该我们是在热身的保留的运动里面 对 那但后来其实我们曾经一度是一起修课的同学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 我记得 我刚刚好像听润华说还已经忘记了 但我们那时候修的课叫做社会学理论 应该是社会系里面最硬的 最硬的最硬的最Hard Call的一门课 那我刚刚说说今天其实之所以 一直在想第一集要邀请谁的时候 其实想要邀请未来 就是我觉得润华其实非常非常符合 其实刚刚我们在说想要在第二阶段 其实谈的事情 或我心中一直觉得政治工作该跟大家谈的事情 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个小秘密 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再讲到这些 青年创业 青年创业的楷模 青年创业的对象 那这个有时候各党 我觉得不只是民进党 各党都会 当然就是跟这样子指标性的人物 KOL 大家可以创造更多的连结 所以我记得有一次在政策讨论的场合 那大家就在列这个 哪些这个青年创业的对象的时候 我就忍不住举手了 我就举着手说 我觉得那个陈伯物 那大家说陈伯物是谁 我说没有他在网上外号叫做润男 那一些大佬们就问我说 那他创业的内容是什么 然后我就说 卖情绪用品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就遇到了一片静默 那后来呢 当然我那个提出就没有被接受 可是虽然没有被接受 可是我心里还是其实一直放着这件事情 就是对我来说 其实润男他从他 不管是在学校里面参与的 这些知识的理论 或者是这些意识的事情 他把它划诸为 他在商业上 或者是他在创业上面的内容 坦白说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 值得被推崇的一种情操 我认为其实这是很值得被推崇的一种情操 但好像只是因为 他主要的这个卖的内容是情绪用品 就好像对于某些这些大佬来说 就好像比不上那些做科技创业的人 或者是做这些其他的商业服务应用的人 我其实觉得心里一直有点感应的 这个事情 的确是有点上不了台面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都在台面下用 都在桌面下用 过年逢年过节 也是长辈都会问说 你现在在做什么 然后我都是那种不熟的长辈 然后就也很难讲 都说我在做外贸 我只能这样 外贸 他说你都在卖什么 我就说日常用品 你这样讲也没有错 对啊 没有错 但是其实这几年我知道润南其实已经是个情绪用品界的小头人了吗 大头人还是小头人 小头啦 小头大头 差不多了 我不是刻意开皇家的 过来过来过来 我不是刻意开皇家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真的不是刻意讲这个 我是一个小头人好不好 那你要不要讲一讲其实你做外贸的这个 其实还蛮好玩 因为我们以前念社会学 我们都觉得某种程度上有点小小鄙视那种管院的人 可是后来现在都会说还是以前应该多修一点管院的课这样子 我后来就是毕业退伍之后这几年我每年都还会去那种全国性的 全世界性的一些大型的成人展 不是那种那种有showgirl的那种成人展 是那种B2B的成人展 就是比如说上海的 然后Las Vegas的 还有就是全世界最大其实在德国的汉诺威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会有那种世界级的上百个品牌都会到一个大型的会场 然后会跟大家讲就是说我们今年的新的产品是什么 然后几千几百个人会从全世界飞过来 然后在这边进行交易这样子 然后认识新的产品 然后甚至有晚会然后有颁奖什么的 就跟大家想象中那种电子科技展其实很像很像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产业 而且它其实跟整个世界正在流行 或者是正在进行的东西都很有关联 比如说在前几年它就是很多的玩具 很多的情绪文评都跟手机的app做联动 怎么联动 比如说跳弹好了 我们没有尺度对不对 好 就是比如说跳弹 你就可以跟你的手机的某个app做连接 是A片那种 对啊就是那个样子 对对对对 是不是那一个控制器 就是控制器 你可以遥远的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 只要配对到了你就可以去操控那个世界某个角落的一个跳弹 或者是聚位杯 所以你的跳弹如果放在你一个抽屉里 但因为不然被配对到它就突然震动起来 其实有可能有这种随机的哦 有这种的哦 那知道意义是什么 它当闹钟吗 那是什么 就是好玩啦 可是当然也有就是特定配对的 就是你也要给它一组密码什么的才可以配对 就一个token 然后也有一种 比如说有一个飞机杯的产品 它跟那个全世界知名的 那个A片厂商Pro Hub合作 然后他们有那个女主播啊 然后女主播手上会带一个戒指 然后那个戒指 它可以操控全世界正在使用的飞机杯 也就是说那个女主播只要在荧幕前 比如说在切菜 或者是在做任何手部的动作 在荧幕背后的所有的男孩子们的飞机杯 就里面的那些sensor就会跟着动 听起来非常云端的 对啊 可是这个已经是五六年前的事情了 对对对 这世界就是这样子已经发生 对对对 政治人物真的立法委员真的很落伍 好我带你一件事件 然后这几年的话 在疫情前的这几年 其实整个世界流行的是 因为欧美的这个大麻的合法化 所以很多的产品都进入 就是有大麻的各种不一样的成分 对也是蛮好玩的 我们今天没有要聊大麻的事情 我们今天没有要聊大麻的事情 可是就是我的意思说 就是可以看得到说 其实成人用品成人的产业 它其实它不是跟社会脱节的 它是跟着整个社会的 不管是科技的产业在发展 或是某个产品的被法令的解除开放 都会有很直接的互动的影响 你这样讲其实它已经有点像是 就是这种智慧家电 对不对 其实是啊 就是声控或者是这个AI有智慧家电 真的有智慧家电 对你可以喊它 它可以也是可以跟你的各种 Apple Watch什么做连结 我前一段时间去参加那个家电展 其实 原来这就是一个 你这是一个家电展 5G的世界啊 对对对对对 真的是 对 可是这个产业其实在台湾也是 我就看那个产业报告啊 每年都的那个消费额啊什么 都是一直在上升的 听起来其实非常 我说实话刚才听 润然这样讲 这其实是一个高大上的事情 下一次我遇到那些长辈 我就跟他讲这件事情 好 就是智慧家电 是是是 这是非常非常科技的事情 我觉得它背后可能是就是 我们一直想要突破的是那种对性的污名啦 我觉得那些长辈说不定也有在关心啦 也有在用 只是他知道在这个场合 他必须说 哦我不知道 我不熟 我不了解 所以其实是蛮委屈他们的 对 其实我们我在做的 或者是我的部落格一直在写的 就是想要让就是性这件事情 它是一个可以很自在讨论的事情 是 对如果你不讨论的结果就是有更多的 可能是因为权力产生的压迫 或者是更多的不情愿的事情 或者是你对自己的不了解 你甚至无法说不 不知道自己喜欢或不喜欢 说不出口的那些话 所以我很鼓励说 不是只有我在写部落格 而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把自己的欲望 把它书写出来 好 去了解自己喜欢什么样子的使用方式 然后不喜欢什么东西 其实我看去年的选举 嘉宜也有一个议员 哦对对对 他是诉求这个嘉宜要设这个新专区 然后他很高票当选的 我还有去拿他的鸡牌 他有发鸡牌 那有特别好吃吗 哦没有啊 不是就是鸡牌啦 就是鸡牌 牌好长你知道吗 我以为带有情欲的感觉 味道不一样 并且我是男同志 我感觉吃不到这个胃 哈哈哈哈 我说说我觉得其实我们刚才在聊的时候就讲到说其实有时候对一些政治人物就是政治人物的情欲 有的时候如果太太活泼的出去发展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也会有蛮高的风险 所以如果自己能够善用情绪用品 这某个部分也是一种风险管理的方式 哈哈哈哈 也是一种政治风险管理的方式 听懂听懂 其实我觉得对 不管是自己玩的或者是跟伴侣之间增加互动的 这也是一种对 哦其实 对啊 哎你们中秋送礼是不是办公室互相会送 送什么 送礼盒啊 但是我们通常只会拿到比方说那些水果啊 是不是该从你开始改变 哈哈哈哈 我帮你采购 我跟你讲你这样讲话我就开始心在想说那我应该送谁 送谁你知道吗 每个人都要送吧 但我没有想到每个人都送 哦我懂你的意思 但我觉得如果要送 陈玉珍要送吧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 因为他关心过他关心过我 好送陈玉珍 哈哈哈哈 但是我这个 但我觉得又有另外一个你不要 如果你送一个情绪用品给一个女生的立法委员 其实我觉得很有高很高的机会 他会送你性骚扰 对没错 是吧 对对 我这样讲没错 对 对不对 怎么办 那只能每人都送 这没有办办手里送啊 真的 对你送 我都没有那个意思 但是 对啊 这个很难办办手里送 这这这中间就是那个那个性的污名的问题 对啊 你刚才讲到陈玉珍 我其实我印象 之前有一个我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说好像陈玉珍跟那个当时叫做叶玉兰 现在叫做游玉兰的委员 然后他们就质疑就是因为促转会有开了一个跟这个转型正义有关的一个节目 然后当时这个节目就有请叶玉兰来去上 对 所以当时陈玉珍就出来指责 为什么转型正义的节目要请麦秦宣明去上 嗯 这哪有什么关系 这什么什么 他就炮轰了一顿 对 你会讲一下当时你看到这个新闻的心情 我没有想到我第一次就是出现在国会殿堂是用这个身份上去 因为他还帮我做了一个你知道这个一个牌子 然后上面还有个我的头 你知道吗 然后呢 就贴在上面然后写情绪用品上 然后我的名字我的头 对 就是 其实因为那个节目其实是就是在谈这个白色恐怖的 就是透过情欲或者是透过性少数的这个污名来作为一个胁迫的手段 控制 对控制和胁迫 那那其实我们透过很多的文本还有很多的一些见证啊 就是一些历史的文件 还有甚至有一些过去的人把他写成自己的小说半经历的小说 嗯 去去谈这些事情 然后 呃 重点就是在谈这个性作为 他竟然还是很有力道的刻意成为一种暴力的手法 而且是透过国家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机制去呈现出来 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他们两位有认真听这集节目的话 我会觉得他们不会提出这样的质疑啦 其实我觉得刚才润然讲到了我觉得一个很核心的关键 就是其实呃 我们刚才也许前面大家用比较这个 比较呃欢乐或者各种方式去讲这个 可是我觉得他他他他其实 呃润然刚才点到一件事情 是当有对于很多性或很多情欲的事情我们不去碰触的时候 其实他存 第一个他存在 第二个他其实是可能常常被用作是一种控制的手段 嗯或者是一种权力暴力的手段 对 这件事情其实甚至政治上也可能是拿来做这样子的 没错的借用的 所以呃润然从也许可能是从情绪用品出发 但是这个情绪用品的推广跟使用 某个部分其实也是对这个事情的一个挑战 对不对 嗯 就从同志运动或性别运动的角度 我觉得可以回到就是我们坊刚上面有提到那个非凡神器 就是今天没有来的那另外一位主持人 还好他还好他没来我们才可以讲 他来我们就没办法讲咯 硬要讲 对 对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就是当年那个就是太阳花运动的时候 有横空出世两根神器 就是非凡神器和围挺山丘 对我不知道大家还没印象 但如果没有印象的话大家可以去google 我们应该不会把这照片再贴出来 其实应该也可以吧 我觉得 就是两根 0.1不在 0.1不在我们就这样消费它 而且是消费它的器官 因为当年为什么会出这两个产品 其实我也是默默也是一个推手之一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很不爽 就是那个时候大家都在异常 或者是异常外在静坐 或者是在抗议整个过程很多天 那发生过很多的事情 很多的辩论都在网路或者是在媒体上面发生 比如说有黑道 或者是有暴力事件的时候 这运动者其实都有一套论述就是可以说是公民不服从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对于抹黑的一个反抗 然后或者是抹绿的时候也可以说是就是就是有各种论述可以去抵抗 可是当出现抹黄的时候 就说异常里面学生都在里面就是搞东搞西啊 里面出现有保险套啊 或者是有什么里面有色情的事情发生啊 然后那个时候异常里面人没有生出一套论述来抵抗 或者是说有性这件事情 因为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场合里面很多人有可能是因为跟着情人来的 对是 对就是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是真的是为了这个议题来的 而是可能是因为人际关系的连带而靠近来 然后才去了解这件事情 然后在那个末日的氛围里面 在那边接吻 在那边觉得明天就要消 台湾就要消失就要毁掉了 这我该有什么问题吗 对我来说就是很OK 可是为什么只要遇到有人抹黄的时候 异常里面的人却没有能力生出这个抵抗的论述 缺弱 对就只有说没有我们没这回事 我们学生就是清清白白 我们就是清汤挂面就跟30年前一样的 没有啦我觉得30年前的也百合可能也是差不多啦 就是大家该做的事情 亂搞的也很多 对大家都知道 所以对我的立场就会觉得说 其实性这件事情就是要让它正常化 清玉这件事情我们就是要自在去讨论它 那即使里面有性也不应该影响这场运动的正当性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在想说 好那我们就要把这两个自己也宣称说 不要再神格化我们的这两个icon 我们就把它来抹黄 我们主动抹黄 我们在网络上面就是做了这个表格 让大家去想象说 非凡的屌应该长什么样子 威婷的屌应该长什么样子 然后综合大家的想象 去生产出这两支产品 原来当时的这两个玩具 后面有这么艰深的理论吗 我那时候只想说 哦这个这两个东西应该帮 应该帮润男赚到人身第一桶金吧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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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两个产品的那个 其实后来是捐给那个日日春 哦 对对对 OK 就是后来所有的产品其实都跟社会运动 都会捐给社会运动这样子 然后很好玩的是 大家 大家对他们两个的想象都还蛮特定的 对对 如果十年后有再卖这个 我觉得可能就会有人要卖授权 对对对对 林福安跟陈薇婷就要卖授权 我当初其实有就是问他们说 可不可以做这件事情 然后他们的回答是什么 可是因为他们那时候在异常里面 而且就是很紧绷的状态 然后他们已读不回这样子 我想说那我还是做好了 就是就没有反对就当做同意了 对对对对 可是事后他们出来其实就是聊得也蛮开心 因为他们就是有要了几支签名送给朋友这样 有这件事情 就是有些朋友要出国啊 他们就把这个当做那个小礼物送人 你看多不要脸 真的喔 还一副道貌爱然的样子 我真的是 就是很 我觉得他们给我的态度是很OK 就是说 就是他们很支持 我们 我刚刚讲的这个背后的理念啊 就是也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但据我所知 他们两个应该是暗自在 较劲 嗯 的确是 就是 谁的销售 对 我觉得还好你知道吗 就是 还是不伤上下 有一个人的是比较大 比较长 有一个人是比较粗 是是 大家去Google就可以看到 就有一个人 就是大家各有特色 所以不会 大家不会受伤这样子 我觉得 我 我就 经过这一集我觉得李卉白一定会谴责我 你说 不要欣赏车 为什么 但我们真的不是故意的 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们真的都爱你 李卉凡 也爱你的神器 对 对对 这个小副我可以讲 我觉得后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产业观察可以讲 哦 OK 分居产业趋势了 因為你知道其實我們都有讀過 台灣在70年代是一個外銷為主的一個 就是二次加工 加工然後再出口的一個時代 然後那時候很多塑料塑膠都是 全世界的塑膠都是從台灣出產的 全世界的情趣用品也都是台灣出產 出去的 70%以上的塑膠懶叫 然後78的充氣娃娃都是從台灣出去的 直到就是開始轉到中國 轉到就是東南亞之後 這些才慢慢沒落 我們那時候去找廠商 然後就會發現就隱藏在新店的一些 那種複合式住宅 樓下是住家 然後二樓是工廠 家庭級工廠的那種情況 對樓下有一台那種塑料發射機 然後樓上有那種冷卻槽什麼的 然後就是一個伯伯和他的老婆那邊坐坐坐 然後有一個老師傅這樣三個人 然後當年他們在做的時候 24小時沒有關機器 三班子一直輪一直輪一直輪 那個塑膠懶叫真的是 哦全世界 很感謝台灣的 我真的很謝謝你補上這一段 非凡神器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你補上這樣讓我們真的是都高級了起來 都高級了起來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有趣 我也是就是參與了這個製作過程才知道說 可是其實後來台灣沒有辦法做一方面 也是跟環保有關係 就是因為這個製作的過程當中 有以前的材料它會產生很多有毒的廢物 就是在洗的過程當中有很多有毒的材料 所以就是台灣的法規建立起來之後 他們台灣製作成本提高之後才轉到國外去 那中國現在也是法規建立起來之後也不能做了 然後整個材料也更新了這樣子 其實剛才Roon呢應該講的就是跟台灣的這個 應該是石化產業 跟塑膠產業塑膠工業的關係 就是那個演織是連在一起的 所以當石化產業受到台灣的環保運動的挑戰的時候 我們的情趣用品的工業會受到挑戰 哇這真的是 黃黃相扣欸 這黃黃相扣 哇 不講都不知道 這是知識的力量 知識的力量 然後現在台灣沒有辦法做是因為 除了剛剛那個法規的問題以外 是因為就是上一代的伯伯們也都賺得蠻薄的了 然後他們也沒有要更新器材 或是新的這些材料進來重新做這樣 可是現在的情趣用品 其實應該是用很多新的 複合性的材料吧 對對對 對對對 這些材料還都是在台灣做的嗎 都不是了 已經不是 對對對 他們都已經面臨就是要退休 然後寶貝問家裡的神明說要不要退休 然後神明說不要 他們只好再繼續做這樣 真的是這樣子 這個是 我覺得這是台灣很多 這是台灣很多中小企業跟中小工廠 就是都會遇到 就是第二代不想接班 沒錯 然後因為第二代不想接班呢 所以有些就會 就不太想轉型 或者是什麼 就變成是 我們就在講一個 這個台灣產業發展的課程 沒錯 我們不要往這邊講好不好 我們今天是要來聊一聊同志運動的 卻講到台灣產業發展的政治經濟史 我也沒想到我請去用品 我也會讀到這些東西 我跟你講 那時候如果那些長輩 有沒有提到你的名字的時候 我把後面這段補上 我就可以上台了 他們說不定就那個了對不對 就覺得這事情很偉大很高大上 就是台灣跟著台灣產業發展的 心衰石對不對 就不一樣了 好啦對不起 我那時候無知 那個潤男 我們會讓我們原本要談 其實就有說潤男在談 推廣情緒用品 其實有個部分是 這是他去切入 同志運動或性別運動發展的 很重要的一步 可不可以這部分 可不可以 我覺得可以聊一聊或講一講 其實這幾年下來 你其實一些心得 或政治進展 這也是你平常的工作 對 我其實自己比較特別比較關心的 當然說除了這幾年 大家都很在意的這個同婚的議題以外 其實在同婚 現在的同婚的樣貌 出來之前 其實有提出其他不同的版本嘛 比如說多元成家的方案 多元成家 不是多人運動 還沒有這麼赤裸 叫做多人 多元 多元好不好 我覺得那個時候我是比較 我自己也是很期待說接下來我們會有多元成家的方案啦 那同時其實因為我自己特別關心在這個障礙者議題上面 所以在比如說守天使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對守天使的議題我也是其中的成員之一 對所以我對於這種比較邊緣或是更少數的 他們的性 然後他們的怎麼怎麼怎麼使用身體怎麼自處 或是他們的法律權益這件事情 我也是都非常有在關心 譬如說像我們守天使在談性專區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有點反對性專區這件事情的 你說我們是誰 守天使們 守天使反對 哦是嗎 對 因為我們會覺得就是 就是很多重度障礙者 我們要怎麼去到性專區咧 哦 我們過不去啊 OK 然後如果說我們不能過去 然後我們今天去性消費的時候 然後警察來領檢 沒有在性專區哦 去做性消費 警察來領檢 那個小姐 性工作者跑得掉 那個障礙者跑不掉咧 對啊 我沒想過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提出一個說法就是 障礙者就是自己就是性專區這樣子 我們存在就是性專區這樣子 就是性專區它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 是一個合理的一個大法官視線 可是它其實是 它排除了蠻多種可能性的 是 對對對 所以這也是我這幾年會關心的一些性的議題 然後它的確就是跟障礙的權利 社會福利 然後跟社區都很有關係 其實過去很少人想到 那障礙者的性怎麼辦 對 可能會有人想到說 那老年人的性 或者是工人的性 有些人會想到這件事情 但是 那障礙者的性怎麼辦 從這個角度說 確實很多 又開啟了一個很不一樣的世界 然後 甚至 有些東西都變成要從頭想起 我覺得在政治的領域裡面 所以剛剛那個潤蘭剛才講到 不管是守天使 守天使其實 最近好像媒體比較少報導對不對 對 有一段時間其實媒體報導的蠻多的 對 然後 然後 而且我覺得 那當時其實就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時間 而且不是嘴巴講而已 而是大家其實就去為這些事情建立起一個支持的系統 跟支持的體系 對 我們其實很認真的在透過服務這件事情來建立一套知識系統 就是知道說到底怎麼樣 甚至我們還要學習怎麼位移 障礙者要怎麼移動 然後怎麼去服務障礙者 然後他們的需求會是什麼樣子 對 就是 就是把這一套知識 把它建立起來 透過 實際行動 去幫他們服務 然後其實 中間有好多好多的討論和辯論 包括說服務女性 和服務男性 或是服務男同志 女同志 或者是各種不同的需求的人 有什麼樣的差異這樣子 那我們也不是單純的在服務性這件事情而已 我們其實也發現過 發現說其實透過性 它其實可以作為一種動力 它就是知道說 其實我也可以有愉悅 可以有高潮 然後開始去拓展自己的生活不同的樣貌 去參與各種社會的關係 我覺得其實也發生在很多我們服務的人裡面 可以有自主的感受 對 然後在自主的感受下 其實是更能夠去想 到底我要什麼 對 被引炮耳道的 我覺得當時是 其實當時我記得 也不能講當時 因為這個事情當然還在持續中 對 可是 我記得我讀到的很多的資訊裡面 我是很受到震撼的 我說震撼不是覺得這事情很稀奇 而是 他確實後面有一些 哇原來我真的從來沒想過的事情 那原來這一個事情被打開了以後 有這麼多的可能 他真的不是只是性欲的事情而已 而是一個人在一個位置上面 一個社會的位置上面 他的各種力量 對 我們甚至也持續的push在 譬如說 特殊學校裡面的師資培育裡面 你們到底有沒有在教 教老師怎麼教障礙生的性教育這件事情 所以說我們有邀請的 這些私配中心去關心這件事情 然後這些社福機構裡面 有沒有足夠個人隐私的空間 讓有需求的人 可以有性行為這一類的 其實我們就是 或者是這些居服員 就是他的工作範圍 有沒有辦法協助到 不是說居服員要去幫他做性服務 而是說 如果我今天需要你幫我拿一個按摩棒 拿一個飛機杯 可不可以就當作是 我需要你幫我拿一個碗 一個塊一樣 那麼自然簡單 是 對 所以我們都有在做這樣的討論 和試圖跟政府做對話 是 其實我們最近也在立法院 其實在修一些關於障礙者的法律 但就我的了解 這些相關的法律裡面 確實很少討論到 這個障礙者 這方面的需求 我覺得這是很值得 很值得 跟這些委員們大家在彼此刺激一下 如果委員們需要禮盒的話 我覺得這可以考慮 對 我反而覺得這是可以考慮的 因為大家在討論這方面的修法 不管最後法條怎樣 或者這是一定要法律規範 其實不 但不一定什麼事情都要用法律規範 但 對於障礙者的想像 或者是對於這些 一些助人工作者的想像 助人工作者的想像 助人工作者的想像 我覺得這些都是很有刺激性的 對 可是法律其實也是一個最基礎的保障 對啊 我們 我覺得其實 這一次同婚過了這件事情 對於整個進步社群 或者是同事社群 也都是一個蠻大的鼓舞 當然還有很多慰敬知識要做 對 因為我想這個 我們節目播放播出的時候 應該就是接近 呃 這個748 我們的這個 同婚的修法 然後通過的 接近四周年的時間 好 好 好 我再 好 就是 呃 這一次 呃 我 這集節目的播出的時間 其實應該就是 應該很接近 這個 同婚通過 呃 這個748事情法 四周年的時間 我想其實到今天為止 應該很多人都 還記得那天的下午 嗯 然後 然後 那個 等待的心情的緊張 跟 呃 通過的 那一剎那 我想大家都印象還非常非常深刻 所以 呃 說實話那時候 我記得這個是 這個 這個 同婚通過這個事情 跟我後來其實加入民進黨 其實也有很大的 的關係 你是在同婚通過之後才加入民進黨 是 那是2019年嘛 那當然 我其實也是在2019年的時候 開始跟民進黨有 比較多的 更深的互動 那當然有一個很 這個互動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 18年年底的公投 呃 不管是同婚 不管是當時的這個 呃 能源的部分 其實民進黨的主張都受到了很大的 打擊 對 所以其實那時候有很多 呃 確實比較進步社群的朋友 很希望怎麼樣 不要讓這個打擊 變成是一種 全面的潰敗 或全面的挫折 所以 在試圖 在這個過程裡面跟民進黨的 黨中央的一些夥伴 有更進一步的互動 甚至 希望能夠有些互相的支持 所以我我我記得 那時候同婚通過的時候 那時候大家很緊張 很擔心 假如 這個法沒有過 甚至後面延伸成一場災難 的時候 或者 我不能講災難 對不起 我收回 但是延伸成更讓人挫折的情況 嗯 的狀況之下 其實對於很多長期累積的 一些進步的運動 或進步的倡議 他 可能會很長的時間 甚至都 不容 就是說會更辛苦 嗯 所以後來其實 在應該是5月17號嘛 我記得是20195月17號 當時三讀通過那天 我覺得大家放下一個大石頭 而且也開始 我是也是在那個時候 其實一些人 其實對民黨也在度的有一些信心 包括我覺得很多年輕的社群 對 很多的進步社群 也會對民黨帶有些信心 覺得說就算經歷了之前公投的挫折 可是這個黨還是是有一些力量 可以想辦法把事情往好的地方再拉著走 願意去捍衛一些價值 還是願意去捍衛一些價值 所以在那之後 我想後來當然就非凡有入黨嘛 那後來也因為那時候跟民進黨的互動蠻多 所以那時候民進黨邀請我當然不分去 其實跟這事情都有很大的關聯 那你在裡面應該也會看到很多有趣的事情 因為那個時候就是很複雜 就是大家對民進黨其實不太知道說 內部到底是怎麼想這件事情 就是尤其是經歷過就是前一年的這個公投 大家都知道好像可以想像說 只要支持同志就是你看對方的票那麼多 那如果我在這一次又支持同志 我會不會就是尤其是這些 必須服務在地選民的這些代議士們 壓力一定會很大 那在這一次投出這個票 他們會不會不敢投 就是其實現場就是大家都很緊張 然後又不知道 當天真的是 其實我說什麼 因為我認真講 我那時候也還不算民進黨的人 或者是說不算加入民進黨 所以只是在那段時間 其實跟著民進黨 或者是說在民進黨 這個從 跟社運團體之間的互動 其實有多一些的接觸 可是我必須說 我想講一個 看起來比較 也是一樣不那麼政治正確的東西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在那時候 同婚通過的那天 其實有一個 有一個表決前的發言 我記得那天表決前的發言 有一個人上台去講了一個話 那個人就是柯建民總召 柯建民總召在上台講的一個話 他講說不管怎樣 我們都要跟憲法低頭 那甚至呢 他也在 甚至在那個話的當下 我記得 很深刻 他還承認 他是 反同的人 好 就是簡單來說 在性別的意識上面 我認為 我這樣講應該不過分 但我認為柯總召 應該不算是 偏進步意識的 我認為是這樣 但是是不是真的是那種 很絕對的反同 我不知道 但是 他那天在上台立法院 大家其實還可以在 在YouTube上面 Google到 就是搜尋到 他講的那段話 那他講的那段話 我其實就覺得 我有一點 有一點意外 因為他當然是 在鼓勵民黨最後 還是必須投下 贊成票 來支持七十八 施行法的通過 但我後來再去問了一下 才知道 其實當時看起來 他並不是進步性別立場的 柯建民總召 在最後通過 其實扮演了一個 蠻大的推進的角色 這是一個有點吊詭的事情 他不是進步的 他不算進步的 可是也許他在 甚至在性別意識上面 是保守的 可是他反而在 這樣子一個重要的法案裡面 扮演了一個推進的角色 所以我後來知道 他在投票的前一天 他打電話給很多委員 很多對於要投下贊成 那一票 在自己的選區裡面 會有很大壓力的委員 那跟大家說 我們還是必須投下這一票 如果你投下這一票 而會遭遇到在你的選區裡 遭遇到什麼困難的狀況 或者是很大的阻力 很大的挑戰的話 我願意 我們一起想辦法來幫你 我們一起想辦法來幫你 不管是各種資源 或者是各種不同的協助的方式 也就是說 我不會讓你投下這一票 所以你要在選區裡面 遇到那些逆風的 甚至被貼標籤的事情 讓你自己去承擔 我們會一起來想辦法來擔 我後來知道在最後的那幾天 其實柯總召花了很多的力氣 甚至是去說服那些 可能原本在投票 是有壓力或比較猶豫的 當機的委員 所以這其實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 當時對我來說 這是一個很吊詭的事情 通常我們覺得說 一個進步的事情 照理來說應該就是 進步意識的人在這裡面 權力的推動什麼的 那甚至大家也知道 當時的這個情境之下 甚至柯總召 甚至被打成是保守派 就是甚至在過去被打了 但是反而在最後 這個法案通過的關頭 她是扮演了一些角色 那這個事情 我覺得也讓我對政治的工作 其實有多了一些 不一樣的認識 我坦白說 就是你看起來 都很進步的人 不見得他 全部都在做很進步的事情 你看起來很保守的人 他不一定全部都 一定都在保守的事情 其實是 常常是很交錯的 然後 誰能夠在歷史的 某些機會裡面 會扮演什麼角色 其實都是很難說的 並不是那麼一概而論的 或者一刀切的 我覺得這反而是 後來我進入到政治工作裡面 覺得 我覺得很有意思或者是很不一樣的學習 那他也在我的現在的工作裡面 我覺得對我是一個很大的刺激 我講得太那個 但是我覺得這事情是 只會講到通過 這是很想拿出來講的事情 我覺得這其實也是蠻需要讓聽眾 或是一般民眾知道 就是政治它就是那麼的複雜 就是它 它可能有一些價值 可是它可能也有很多 很多需要 就是它不是那麼的簡單 誰是好人 誰是壞人 誰是進步 誰是保守 就是這麼簡單 我後來發現你很難去定義 在這裡面去定義 誰是絕對的好人 誰是絕對的壞人 以性別意識來說 我很有可能 我跟柯建民總長 一定是很不一樣 很不一致的 但誰知道後來 居然在這種時候 對不對 這真的是 我覺得它對我學習是很大的 那你後來就是加入了民進黨之後 你自己的觀察裡面 這一些 因為這件事情投了贊成票 然後某種程度 因為我在這一邊嘛 所以我看到的是舉國歡騰 然後大家很開心的狀態 那有沒有委員 有沒有一些代議師 真的受到了選區的壓力 怎麼樣了 其實當然有啊 因為大概因為2019年的10月 我被提名為不分區委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 也要去幫忙服選嘛 所以我其實就退到 比方說到雲林啊 到嘉義啊 到各個地方去服選 所以其實你在那些地方 你都一下就 到處都是那種布條 說投誰誰誰 就是絕子絕孫 投誰誰 其實那個布條在那邊 尤其是如果在比較鄉間的地方 我認為對於那些 他們都用布條當賴 對 我覺得當然心裡的壓力 是絕對是很大的 這當然 這個 我覺得心裡壓力一定還是很大的 都還是有 對 可是我覺得這個就 但我覺得至少 那時候大家有一種 後面有一種一起承擔的氛圍 所以雖然辛苦 雖然怎麼樣 就像 對不起我再講 那 我真的覺得大家可以Google上去看 老柯的那個 那個 YouTube 我覺得他印象很深刻 我其實一開始最 最印象最深刻是 他最後跟這個 反同的朋友道歉 嗯 不好意思 我們要通過這個法案 嗯 那當然從進步角度 都有什麼好道歉的 嗯 就是你去獻說 一群人的權利 你為什麼道歉 但某個部分在政治上 他還是跟他回解 嗯 就是希望能夠化解 甚至能夠減少 啊 另外一群跟我們價值不同的人的 反撲 在這邊價值不同 可能 在別的地方價值卻是一致的 也許有機會啊 也許你在本土的意識上 在什麼地方價值相同 但不管怎樣 但是 你還是希望 不要讓他們這麼不爽 是 因為我們通過這個事情 不是為了讓另外一群人不爽 對 我們是為了 一群人重要的權利 那我覺得 我記得那時候最讓我 是他跟他做了一個 啊 道歉 嗯 我覺得很有意思 嗯 我們在那段期間 其實也看到 另外一位 傳統 老藝男 嗯 也花了很大的心力 就是蘇院長 蘇院長 對 對 現在網路上也還流傳著 他那段影片啊 對 文字都還在這樣子 對 就是 應該是 那個應該是 在投票的 也是前一天 然後他把 這些委員都叫到行政院裡面 然後跟大家說 我記得他那時候說什麼 他說 如果你 你 當立法委員這麼久 如果你未來跟你的孫子說 你會想起的一個法案 他認為你會最會想起的 就會是這個法案 我記得他會是這樣說的 然後可以跟他 你孫子說 當時這個結果 我有一份 對 我投下的是這個 我站在這一邊 這真的是 這真的是歷史時刻 這是 其實我覺得一個政治人物 可以遇上 在自己的政治生涯 遇到幾個歷史時刻 是 是非常刺激 也非常動人的 嗯 其實我有朋友 他是 蘇院長的遠方親戚 嗯 然後是男同志 然後他們在一次那種 屏東的家族聚會 遇到蘇院長 他就有特別去 好像叫他阿姬還是什麼 這樣子 就跟他說 我也是同志這樣子 然後院長還有說 那你有跟你爸媽說嗎 他們就有一種 反而就是 沒有透過爸媽的那種連線 然後因為是同志而連在一起 有一些互動這樣子 所以沒有跟爸媽說 但跟院長說 對 有受到院長的拍拍這樣子 但我覺得這個是 說實話我覺得家 其實家 有的時候家庭對一些人來說 是一個蠻大的壓力 嗯 對啊 對啊 我在去年選舉的時候 做了一系列的選舉觀察 就是用同志LGBTQ的 這個角度做選舉觀察 然後 然後就談了蠻多過去 到現在的一些 就是我主要的核心 就是在談說 那同志的這個運動 要怎麼看政黨政治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的一個同志媽祖婆 叫克菲嘛 他就是一個同志老歷史人這樣 他就談了很多以前 民進黨有一些政治人物 其實對同志非常的反對 甚至就是講出很多很可怕的話 可是現在卻 欸 很神奇的 就是也很支持這樣子 就是 有的時候會覺得說 欸有可能是因為選票的考量 或是什麼的考量 可是 嗯 不管如何 就是大家都 呃 如果能夠為了成了一件事情 然後有一些轉變 我覺得也是蠻願意去支持的啦 其實我覺得為了選票的考量也 呃 也不易 如果是選票考量 我聽到我也不會意外 對 我認為我也不會意外 啊 但是 呃 我其實你這樣這樣聽 我就蠻想去聽一聽那一集的 哈哈哈哈 他 他講了很多欸 比如說他有提到王世堅啊 哦 對啊 王世堅早期在台北市議會的時候 就是把同志就是 就是砍了那個 呃 文化局的預算 不不不給辦同志公民活動啊 然後 然後 這這兩年不是加入呱吉他們的 那個 性別行動連線嗎 哦 還站成一排站在一起 哇 那王世堅有說他 這個改變是什麼 欸 沒有 他有要說嗎 他好像沒有特別提到 他沒有交代 可是他那一天不是在同志 在那個 就是也是在 同婚的時候有什麼 over my dead body 他不是有跳出來喊 這一些話 嗯 我不知道怎麼評價啦 不過就是 我跟王世堅不熟啦 但是 嗯 這 你確實也激起我力 蠻多好奇心的 有機會 世堅你可以來上我的節目 哈哈哈哈 好 我覺得可能有需要 他接 那他接到候選人 還是可以上你節目 可以啊 後選人還是可以上 當然啊 當然啊 OKOK 我都投直球沒有怕 哦 哈哈 我 這樣好 對他會很好奇 對啊 欸那接下來我也是很好奇 就是你在民進黨裡面 那我就要逼問一下 那民進黨接下來對同志議題 或者是 這些進步議題 有沒有什麼樣的進程 或者是規劃 比如說 我前幾集就是在談 同志收養的問題嘛 跨國同婚 雖然我對婚姻子沒有什麼興趣 但是很多朋友都有這個需求 呃 今年的應該是1月吧 然後因為跨國同婚當時後來 其實就是公告 但是當然我認為一個大原因是有幾個重要的法律的判例出來 另外一個當然很重要的議題就會是 那個同婚的收養 共同收養 共同收養的事情 當然這邊我們不一定已經講細節了 我想細節大家其實可以 也可以再去聽 潤南在4月初 接著4月初的那集特別談的同志收養 但我可以這樣說 對於同志收養的部分 黨內蠻多人還是在 還在努力中 而且是很審慎的 然後努力 那想辦法要在在現在當下的政治氛圍 因為我說政治氛圍的意思是 到底 當然我自己是認為同婚的收養的議題 其實 對於就算是性別比較保守的人來說 其實我覺得衝擊沒有到這麼大 但是有的時候這事情有點難說 當然大家就還是要去做更完整的準備 可是我只能 我還是 譬如說現在還是在做最後一段的努力 那我當然很希望 這個節目播出的時候 已經有蠻好的成果 我很希望 但是至少在錄的這個當下 很多人還在 在為這件事情 做很大的努力 我一點好奇的是說 那一般 一般就是立法委員和團隊們在努力 那一般民眾可以做什麼事情 其實我覺得從這種角度來說 當然它還是一個權力的問題 但確實在這個議題上 它有一個部分也是 就是我認為它也有部分是一個兒童權力的 的角度 就是兒童最佳利益 對 從兒童最佳利益的角度 對 從兒童最佳利益的角度 某種傳統父母的愛 會不會其實不太一樣 會打折扣 會這個那個 如果他們之間沒有血緣 但我覺得某個部分 這是我認為是可以 雙羊本身就沒有血緣 對 但是我說 他們會在想說 這如果不是你自己 親生的小孩 會有一些這樣想 可是我確實覺得 真的 只有有血緣的關係 才有大家 某種想像的那種愛嗎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 很值得被拿出來 討論的事情 真的血緣的關係下 當然不是說 我要去把血緣給拆散 不是這個意思 但是 只有在血緣的關係下 只有那種 大家覺得最 最有保證的 最有保障的 最親密的那種嗎 就我們看到很多 的案例來說的話 其實 這是我認為這是 非常值得 有不一樣的 討論的地方 其實現在有那麼多 小朋友需要被收養 就代表著 就是有血緣也得 這是從實證的角度來看 對啊 如果有血緣就會愛的話 怎麼會有那麼多 小朋友需要被收養 對 所以我還是希望說 在收養這個問題上 我們 也許看能不能在這個會期 能夠有一些好的結果 然後可以出來 我覺得 也許大家可以 期待 好 好 對 剛剛有一度 我覺得 欸 好像變潤男的節目 但我也覺得他其實是 比較好的主持人 太客氣了 太客氣了 好 那個 今天 今天是我們請對 請對準你的麥克風的 第二階段的第一集 這也是我們第一次邀請的特別來賓 其實坦白說 我今天非常非常謝謝潤男 這個 潤男 他過去用他自己的這些時間的精英 我覺得打出了一個 打出了一個 空間 而且這個空間 裡面產生了非常多 有意思的 不那麼政治正確的可能 那 今天還是要非常謝謝你 謝謝神漢給我這個機會 對 挽救了我們這個 挽救了我們這個 李悅凡單飛以後的Podcast 不知道該怎麼辦 不然 這是 舊物 舊物利用 對對對 那 這個 我們的Podcast 我還是想要請大家 其實可以到 繼續到我們的IG 然後包括 到 IG的 我們IG的帳號是 ff.your.mic 再說一次 對不起 ff.your.mic 那可以到這邊來留言分享 其實你的看法或建議 甚至會給我們 後續的節目 如果有什麼好的提議 也很希望大家其實 回饋給我們 畢竟 我們都不是一個很專業的主持 但很希望 能夠把 不管是政治或我們在日常工作裡面 其實覺得比較 有意思 比較特別 比較不一樣的東西 其實拿出來跟大家分享 那接下來我們也還會再找更多 有意思的來賓 讓我可以蹭他們 讓這個節目可以再繼續活下去 當然這節目活下去很重要的 還是是大家的收聽 那潤蘭 我們最後想跟大家分享 給我什麼建議 建議是沒有啦 沒什麼好講的 真的沒什麼想講的 我覺得其實我覺得 可能我們想做的事情也很像吧 就是你想要在政治的這個環境裡面 撐出一些讓妖魔鬼怪 都可以自在說話的空間 欸這太好了 就是這樣子 沒錯 拐瓜烈藻 拐瓜烈藻 對對對 沒有機會說話的人 你可以自在說話 那我的節目 我想要做的空間 其實也是讓 各種性少數 各種你覺得 活著哥哥不入 你覺得你是 孤單寂寞的人 你都可以在這個節目裡面 找到共鳴 或者是聽到 喔原來這個世界是那麼大 你可能不是唯一的 我覺得這樣子就很好了 好我也很希望大家 其實可以再多去聽潤蘭他的節目 但他節目比我們有名很多 然後流量也高很多 所以我這邊推薦 其實感覺我也有點心虛 潤蘭的Room 潤蘭的Room是他的節目 那也許有機會 我們會在某些地方 然後 我會想辦法 或者我們彼此一起想辦法 讓潤蘭變成是青年創業的代表 好我變十大青年了 是是是 讓十大青年 然後得獎就拿著一個假調 太好了 沒問題 這樣十大青年 那個頒獎點也比較異議一點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深海 掰掰 掰掰